花莲市公所原本5月份要开办的原住民传统竹工竹剑制作研习课程 受疫情影响延到8月份举办 并且在8月28号举行的结业活动 学员们用自己制作的工来射箭 感到很兴奋又很有成就感 市长温嘉谦特别到场致意 他还表示说开办课程让部落竹人了解祖先留下来的智慧 也让快要失传的记忆可以继续的传承下去 传统竹工竹剑制作研习课程结业仪式 28号在花莲市大本部落文化所举办 魏嘉贤市长颁发感谢状给指导老师和光南助教彭丰炳 他并以两位老师赠送给他的工与剑尝试射箭 在老师协助调整知识后 魏嘉贤射了六支箭 重把声音让现场学员相当兴奋的惊呼 非常谢谢两位在传统工艺上面 还有射箭的部分的指导老师 特别的来细心指导我们各部落的学员 那我们可以看到 竹工跟竹剑原本是原住民非常传统的一个技术 那但是近年来真的开始逐步在失传 那源自于过去50年来的一个打猎的习惯的改变 从原本的竹工竹剑慢慢转换成适用枪的部分 所以竹部的竹工竹剑慢慢没有人在使用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希望说这些东西都是传统祖先留下来的智慧 必须要时时刻刻来把它传承下去 施工所为了培育部落竹工竹剑制作人才 特地办理研习课程 感谢原住民委员会经费补助 希望近年来盛行的传统工竞赛 除了让原住民部落竹人回复过去的传统记忆 也能够透过课程来学习祖先取材三菱制作自己的弓箭 进而达到传承文化的成效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 一年轮廓的 嘎